所需求根据键盘录入的数据打印出对应的99乘二表 那么既然需要键盘录入了 首先我们还应该干嘛 IMPOR件 收到包 java.util.sc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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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来一个system.in 这叫什么 创建键盘录入对象 好,那现在我问一下大家 我这个九九乘二表 键盘需要录入几个数 很多同学说需要录入两数 其实怎么样 录入一个是不是就可以了 为什么录入一个呢 来看一下我们之前写这个案例 这个是不是那个九九乘二表 九九乘二表现在只有它一个什么 是不是需要我们录入的 你想打印的是九九乘二表 你就录九 那么你想打印的是五五乘二表 那你就录入的是五 最大是不是就到五 而下面这个 是不是根据你上面 I的值来去取决于它 没有意思吧 那如果你这里面最大是五的话 那这里面J是最大是小一等于五吧 所以咱们只录一个就可以了 好了,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里面我们就来一个提示一下 System 好,请录入一个 请录入一个整数 那么范围在一到九 时间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来一个 Int number就等于了 SC.next int 好,这叫将 键盘 录入的整数 存储在 number中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去写一个方法 来写一个方法 方法和方法之间是并列的 不要写在方法里面 就是啊 写到这个大幅号外面 然后在这里面我们就 提示一下 那么这个方法写的是要打印 九九 乘法 乘法表 然后 返回之类型 返回之类型 这别写一了 咱们在这写一了 一 一 返回之类型 那我们只是在空中台对它进行打印 所以需不需要返回啊 说不需要返回啊 所以返回之类型应该是 void 然后二 参数列表 参数列 列表 参数列表 是不是只需要一个数就可以了 所以来一个 Int a 好了 那现在咱们解这方法吧 public static 叉叉下来 返回之类型是 void void 然后呢 方法名 print 99 然后我们来一个 Int a 参数列表是 Int a 然后这里面怎么写 这里面代码 其实跟刚才咱们这个 打印九九乘法表的代码是一样的 就是这段代码 我们把这段码呢 拷备过来 固制 好 粘贴 我只需要把这里面9改成谁就可以了 改成a就可以了 能明白这意思吧 好 把这9改成a 好 那现在呢 我对这个方法进行调用 那么这个方法 我们现在怎么调用它 它是返回知识void的吧 所以是不是直接 prorent 它99 里面传个number就可以了 单独调用就行了 不用这个输出调用或者是复制调用 返回知识void的不能输出调用或者是复制调用 就在 好 那现在呢 来编译一下 编译 运行 输入一个整数范围在1到9之间 那我就来一个5 消灰车 OK的吧 好 那么再来运行一次 编译过了 不用再编译了 再运行一次 好 输入一个9 消灰车 好 1到9 没问题吧 那么这个就是咱们的99成花表 好了 这个值点咱们在这保存一下